我爱变魔术 智慧树星球转啊转 每天都有新的故事发生 小朋友们好啊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道哥 快来快来 和道哥一起来看看 今天的故事卡片是什么吧 哇 是积木 快让我们看看 今天绿爸爸会用积木 来变一个什么魔术呢 大家好 欢迎来到 我爱变魔术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来了两位可爱的小朋友 首先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吧 小嘉宾 范林飞 今年六岁 小嘉宾 李云凯 今年六岁 欢迎来到魔法世界 来来来来来来 欢迎你 欢迎你 我们欢迎你 欢迎你 今天我们又要变好玩的魔术了 不过在变魔术之前 咱们先来做一个游戏 小朋友们看 这个是什么呀 纸杯 有几个呢 你们来看一看 三个 没错 一 二 三 三个纸杯 绿爸爸大魔术师 今天我们要用纸杯变魔术吗 别着急 我这叫抛砖引玉 先玩一个小游戏 看看你们能不能看出其中的端倪 好 这个纸杯里面是空的 对不对 这个纸杯里面也是空的 最后这个纸杯里面 有什么呀 球 有一个小球 有一个白颜色的小球 好 我把它放到这个杯子里 然后把这个杯子扣过来 还记得 那个小球在哪个杯子里吗 这个 这个对不对 好 看好了 现在我要变换位置 仔细看 小球在哪个纸杯里呢 在哪里 中间 确定吗 确定 我们来看一看 一 二 三 小朋友们 非常的厉害 的确 就是在中间这个纸杯里面 不过呢 这并不是我今天要表演的魔术 我的魔术呢 比这个要更加的神奇 是这个的升级版 你们想不想看一下 有 好 好 我们把纸杯呢 先放在一旁 小朋友们 现在呢 我要拿出另外的两样东西 您看 这个是什么呢 鸡木 对 两个鸡木块 好 现在 我拿出其中的一个鸡木块 我拿出一个蜡笔 请小咕咚在其中的一个鸡木块上 帮我做一个记号 好不好 好的 来 小咕咚 我拿着 你在上面 画一些 随意画一些记号 好了 这么简单 小咕咚的画呢 也是非常的简约啊 好 我们看 小咕咚在上面画了一个什么呀 圆圈 画了一个圆圈 好 小朋友们 现在我把画有圆圈的这个鸡木块 放在我的手里 现在我把这个上面什么都没有的鸡木块 放在我的另外一个手里 对不对 好 画有圆圈的在哪个手 那只手 没错 对不对 来 小朋友对它吹一口气 好 有了 Hunt 有了这口气之后 就非常的神奇了 哎 进行一个传递 嗯 现在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咒语 原先画有圆圈的是 这只手里的积木块 对不对 我们打开看 好像记号消失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会在这只手吗 会不会跑到这只手来了 的确跑到了这只手 是不是很神奇呢 对我鼓鼓掌小朋友 太厉害了对不对 这个神奇的魔术 你们想不想学呢 好的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是不是也很想学这个魔术呢 接下来让我们请出我们的好朋友 魔香乌拉拉 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今天所需要的材料 让我们一起说 魔香 魔香 乌拉拉 我是魔香乌拉拉 我有神奇的魔法 材料都在车里拿 睁着眼睛看好了 今天我们变魔术所需要的材料是 两个相同的积木块和一张透明塑料片 欢迎回来 接下来呢 我就来教大家 变这个神奇的魔术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也要看好了 首先我们要准备 两个大小相同的积木块 那小朋友们注意 这两个积木块的形状 大小 颜色 一定要相同 那么接下来呢 我就来给大家 变这个神奇的魔术 大家说 就只需要这两个积木块 就可以变这个魔术吗 刚才画在上面的这个标记 怎么样 自己变到另外一个积木上面的呢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小小的道具 就是这个 小朋友们看 这是什么 一个透明的塑料片 不仔细看的话 很难看出来 其实刚才在变的时候 我悄悄地把它 垫在了其中的一个积木块上 然后让小咕咚做标记 其实这个标记 是做在了这个塑料的薄片上面 然后呢 哎 做上标记之后 我在放到手里的时候 悄悄地把它拿了出来 然后放到了另外的一个积木块上 就完成了这个变化 好 我们从头来做一遍 好 首先让大家看一看 我们这个积木块 上面呢有一个 哎 薄薄的塑料片啊 放上去 然后我们在上面 随意做一个标记 这次我在上面画了一个三角形 哎 一个三角形的标记 做好了吗 做好了 好 然后我们要把它放在手里 放在手里的同时 悄悄地把这个塑料片已经拿走了 然后把它放在了另外一个积木块上 大家以为这个记号还在这个积木块上 其实已经变到了这个上面 现在让我们对着它吹一口气 哎 一起说出我们的咒语 乌拉乌拉Q 打开原来有标记的那个积木块 哎 现在上面变得非常的干净 什么都没有了 再打开另外一只手 哇哦 这个标记就换到了这个积木上面 让大家看看你们的标记 耶 哦 小咕咚写的是一个三 对 哦 都有自己的标记 好的 非常的棒 让我们为自己鼓掌 这个魔术呢非常的简单 效果却很神奇啊 我们大家都学会了 不知道我们的好朋友小丑琪琪 有没有学会呢 乌拉拉 我也学会了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步 把一张大小合适的透明卡片 放在一块积木上 第二步 在放有塑料片的积木上画记号 展示积木的同时 悄悄 将塑料片放到另外一只手里 第三步 再次打开手时 塑料片放在另一个积木块上 积木块就像瞬间移动了一样 我们的魔术就完成了 大家好 我叫谭新月 今年六岁半了 今天的魔术我也学会了 给大家展示一下吧 请大家看 我这里有两个勋章 我要往这个勋章上做记号 把这个勋章放到这里 把这个勋章放到这里 只要喊出我的魔法咒语 有记号的新章跑到另外一只手上去了 我的魔术表演完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